一枚钢钉穿了进来 紧接着是第二枚 第三枚 吓得小老鼠瑟瑟发抖 赶紧逃跑 可钢钉在后面紧追不舍 非要置他于死地 原来小帅在固定木板 鼠哥跑着跑着 突然被拦住去路 周围也都被封死了 这时一枚钢钉直奔脑门而来 吓得他闭上了眼睛 幸好钢钉停止了前进 原来气钉枪坏了 小帅拿起锤子瞄准钉子后 就要落下 正在这时大撞推门而入 让小帅搭把手 小老鼠这才见了一条命 此仇不报非君子 他趁此机会钻了出来 躲在瓶子后面 当两人抬着脸盆上楼时 哥哥一扭头 看到一张大脸 吓得哇哇直叫 哭吃一下坐到脸盆里 顺着楼梯不停地往下滑 从门缝里钻出来后 滑下小山坡 随后高高跃起 落到冰面上后继续前进 终于在湖中央停了下来 可刚喘了两口气 冰面破裂 脸盆一头栽了下去 两人想报仇 在洞口放了个老鼠夹 上面还有一颗金丝小枣 老鼠出来后 对的小枣就是一顿啃 第二天查看时 发现只剩下个枣盒 连个鼠毛都没留下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大壮想吃早餐 可到卖片时 没想到小老鼠藏在里面 他伸手去抓 不料头被扫把打了一下 鼠哥急忙逃了出去 两人急忙去追 大壮拿着扫把就是一顿拍 刚按到老鼠尾巴 铁锤就砸到了手上 鼠哥则叼起麦片 跑回洞中 他们非常生气 把老鼠夹放在洞口 上面还有块奶酪 定睛一看 窝了个乖乖 屋子里密密麻麻 都是老鼠夹 进屋时 门却打不开了 无奈之下 只好在墙根底下 睡了一晚 半天后 鼠哥终于跑了出来 在两人眼皮底下 快速前进 竟然躲开了所有老鼠夹 随后纵身一跃 抓住窗帘往上爬 来到桌子上 然后紧跑几步 纵身一跳 抓住灯绳 荡到柜子上 妥妥地跳远冠军 紧接着爬上花盆 顺着玫瑰花落到罐子上 原来他的目标是盘子里的车离子 跳下来后 撒到勺子上 一个车离子就飞了出来 落到地上后 不停地旋转 幸好没碰到老鼠夹 可万万没想到 车离子的霸 碰到了大枣 下一秒 满地的老鼠夹 噼里啪啦乱跳 吓得两人一声大叫 随后身上就多了几个老鼠夹 轻轻一拽 疼了个半死 小老鼠则满载而归 大壮汉生气 拿起吸尘器 在后面紧追不舍 小老鼠一个加速 逃进洞里 吸尘器哭斥一下 堵了上去 小老鼠则死死抓住电线 突然纸板被吸了过来 撞开了下水道 里面的营养液被吸到背包里 随着时间推移 背包慢慢鼓了起来 两人回头一看 就被喷了一身 见不是老鼠的对手 他们来到宠物店 买了只无比凶残的猫 他被关在箱子里 上面还锁着铁链 只有电棍能让他老实点 随后就把大猫请了回去 刚一到家 他就闻到了老鼠的气息 胳膊一用力 将木箱撑开 晃晃悠悠朝前走去 静止来到洞口 哭斥一下蹲到地上 鼠哥回来后 非常好奇 爬到箱子上一看 顿时吓了个半死 木箱炸开 巨猫一声咆哮 跟着老鼠钻到地毯下面 屋里的家具可就倒了霉 随后跳上钢琴 钻了进去 在里面弹了手 笑傲江湖曲 趁猫咪手动口的功夫 鼠哥推来几个老鼠夹 设下陷阱 然后推了一个夹住巨猫尾巴 可刚跑两步 身上就多了几个夹子 即便这样 他还是勇猛地追了上去 只见老鼠纵身一跳 钻进电梯里 顺着缆绳爬了上去 猫咪刚钻进电梯 绳子就被咬断了 紧接着电梯就重重地落了下来 这一局鼠哥完胜 兄弟俩见状 只好请来灭鼠专家 专家就是不一样 在楼梯上轻轻一摸 凑到鼻子上闻了闻 就知道家里有老鼠 随后戴上红外眼镜 又找到三颗老鼠屎 夹起一颗轻轻一闻 就知道是功德 再夹起第二颗看了看 判断老鼠有12厘米长 第三颗放到嘴里长了长 味道有点大 老鼠应该上火了 他操纵摄像头 一点点前进 探查洞里的情况 小老鼠抱着钢丝绳 一点点往下拽 在管道里不停地穿梭 专家刚走了两步 就被一把拽住 从窗户里望去 发现绳子挂到了汽车上 放大一摆背后 看到一只小老鼠 他紧跑几步 往下一压 机关启动 露露就转了起来 绳子快速收缩 他刚想逃跑 却被一把拽了回去 地板破裂 楼梯都被干碎了 撞破大门 终于在卡车前停了下来 老鼠趁机爬到专家头上 留下胜利的果实后逃走了 这一局鼠哥又赢了 兄弟俩回来后 发现屋子已经面目全非 突然看到桌子上有个汉堡 凑过去轻轻一摸 汉堡竟然动了 小帅悄悄拿起平地锅 等汉堡拿走后 对着鼠哥哭吃就是以下 不料打翻了柜子 两人被压到下面 爬起来后 大壮急忙追了上去 甚至钻进烟筒里 可里面非常黑 根本看不到老鼠 小帅拿手电筒照了两下 手电筒就没电了 正在这时 小老鼠好心地送来火柴 然后打开了煤气 大壮闻到味道不对 刚要出声阻止 火柴就点着了 下一秒就发生了爆炸 大壮顺着烟筒冲上了天 扑通一声落到湖中 正好掉进脸盆里 小帅一抬头 看到小老鼠后 刚要起身 就被柜子砸到下面 手指估计要折了 大壮非常愤怒 拿起AK 就要找老鼠决一死战 看到老鼠后 框框就是两枪 没想到他钻进罐子里 继续逃跑 大壮一枪下去 以为杀死了老鼠 不料又被他溜了 钻进木板里 大壮把枪口伸进去后 对准下面的炸弹 哭吃就是一枪 地板碎裂 两人就掉了下去 鼠哥则趴到上面 看热闹 为了一只老鼠 差点把家拆了 兄弟俩吵了一架 小帅一激动 拿起苹果 用力一扔 把后面看热闹的鼠哥 撒晕了 他们非常兴奋 可当要解决鼠哥时 面对无力反抗的老鼠 他们又下不去手了 最后把他装进盒子里 塞进油桶中 积了出去 随后房子被重新装修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某某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 一只飞蛾掉到杯子里 慢慢沉入水底 女孩看也不看 拿起杯子 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突然觉得味道怪怪的 他也没想太多 可拉窗帘准备睡觉时 身体竟然闪了一下 然而他对此一无所知 早上八点闹铃响起 抱枕跑到一边 被子自己掀了起来 床垫慢慢恢复 手机飘到空中 随后落到桌子上 毛巾凭空动了起来 跟着拖鞋一步步向前走去 毛巾把门推开 牙刷打开柜子 牙膏自己飞了出来 紧接着关上柜子的门 突然小美一声尖叫 二翠听到声音 急忙跑了出来 可打开厕所的门 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人 帘子后面什么都没有 突然听到姐姐声音 把她吓了一跳 随后认真的想了想 掀开马桶盖子 小美说 我怎么会在马桶里 紧接着水龙头拧开 洗了把脸 用毛巾擦了擦后 盖到了头上 吓得二翠一愣一愣的 当小美摘掉毛巾时 还是看不见自己 她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急忙跑回卧室 拿起手机拨通了119 可二翠说 你想当科学家的小白鼠吗 她这才想起 喝的水味道不对 原来昨天晚上 二翠做实验时 一只飞蛾跑来捣乱 她急忙伸手驱赶 一不小心碰到了架子 烧杯里加入了其他试剂 顿时浓烟滚滚 二翠拿起玻璃瓶 把飞蛾罩在里面 可吓一秒 飞蛾飞着飞着 突然消失不见了 吓得她一哆嗦 瓶子掉到地上 摔了个稀碎 随后小美穿上衣服 想去上学 没想到衣服渐渐消失了 随后开着跑车去上学 恰好被一位老太太看见 发现车上并没有司机 这可把她吓坏了 男孩正在做实验 突然柜子打开 显微镜飞到了桌子上 可她没当一回事 随后显微镜慢慢移动 这时一个天才帅哥 正打听二翠的情况 她非常兴奋 一点点往前滑 趁人们不注意 偷偷跑了出去 然后打开保险柜 把显微镜藏了进去 随后跑到男厕所 偷了一身熊大的套装后 回到实验室 冒充妹妹跟男神表白 原来他们都喜欢对方 刚要约会时 突然熊大的手逐渐消失 她急忙藏到身后 随后一转身 迅速逃了出去 躲到门后面 没想到小黑正好路过这里 看着慢慢消失的熊大 顿时下得六神无主 二翠只好说出实情 下午棒球比赛时 从来不做运动的二翠 一下就被干翻在地 幸好有姐姐这个隐形人 在比赛中无私地帮助她 他们队终于进球了 没想到二翠越来越厉害 竟然独自带球连过数人 最后直接进球 顿时惊呆了无数人 回到家后 他们赶紧做实验 发现隐形细胞在不断扩散 如果12点前 找不到解除隐身的办法 小美将永远称为透明人 可家里条件有限 他们急忙向学校跑去 垃圾桶竟然动了起来 吓得宝安急忙去追 幸好没走几步 他就停了下来 宝安还在纳闷时 突然四周的灯亮了起来 紧接着一个皮球跳了几下 随后从楼上滚了下来 正好滚到宝安脚下 随后油漆桶也飘到空中 慢慢倾斜 里面的油漆流到地上 围着宝安画了一个圈 形成三个字母 吓得宝安一声尖叫 急忙逃了出去 其余几人趁机溜了进去 来到实验室 按照昨天的步骤 重新做了次实验 这次飞蛾又不见了 可怎么中和调隐身溶液 成了一道难题 随后他们在化妆舞会上 找到了聪明绝顶的金毛 当他看到一块布 竟然凭空悬浮时 两眼一翻就晕死过去 如今就剩下45分钟 回实验室显然来不及了 看过成分表后 他们就地取材 拿走桌上的蜡烛当酒精灯 拔掉钢琴上的管子当导管 用小丑帽子当漏斗 随后一件件拼接起来 自己制作了蒸馏设备 他们不停地往桶里倒水 半天后终于提取了小半杯 姐姐喝完后 身体闪了几下就没了动静 还是隐身状态 这可把几人吓坏了 他们肯定漏掉了什么环节 原来那天晚上 小美还喝了咖啡 然后掏出了速农袋子 二翠赶紧冲开 满脸期待地让姐姐喝下 没过多久 空间不停地闪烁 姐姐终于变了回来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凭借这项发明 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 如果你有隐身的超能力 会不会也同样放弃呢